大家好 我是YR 我要跟大家說一下 第五人格 的一些最基本最基本的操作 那遊戲一開始呢就類似一個鬼抓人的遊戲喔 那如果說你是逃生者的話呢我們在右下角這裡有一個蹲下 行走 跟一個跑步 那跑步的話呢 你會在地上留下一個血痕那個是你在玩監管者的時候你會發現到的一個 印記 那那個會讓 痕跡會讓 鬼可以抓得到你 那如果說 對方如果有聆聽的效果的時候呢你要記得使用 行走 或者是蹲下 行走跟蹲下 皆不會被聽到 這個 腳步聲 然後當你的身上有一個 紫色的心跳聲的時候呢就是 鬼在你附近了 那接下來我們逃生者要做什麼事情呢 我們在每一場比賽會有 7台發電機 那你要修的5台發電機 密碼機 5台密碼機全部破解 破一完畢之後呢 大門就會通電 這時候你還要去大門打開這個大門 那這樣子的話呢你就可以跟你的隊友們一起 離開這一個 恐怖的地方啦 那破一密碼的話呢你只要靠近這個密碼機他會有一個 板手 從這個板手按下去你就可以開始破一這個密碼 那破一密碼的時候呢他會隨機 出現這個 需要按的 提示聲 這提示聲蠻明顯的他會登一下之後呢你要去 在這一個範圍內去按到這一個 滑鼠 這個 螢幕上的 然後他會有一個灰色跟黃色的地方 黃色的地方就是完美校準 在灰色的地方就是準確校準 完成校準或是完美校準都可以讓你 讓你在破一密碼的時候不會產生爆炸 那當然完美校準會比較 快的修完這一台密碼機 如果你沒按到的話呢 這時候就會爆炸 在爆炸的時候呢 鬼會看得到這一個圈圈 他就會知道你的位置在哪裡 那緊接著密碼機修完之後呢 你就要準備再去找你的下一台密碼機啦 那每一個求生者都會有每一個求生者的技能 像這個 我們玩的是遠丁 我們的密碼就是拆椅子 另外呢 在場上都會有這種板子 可以讓你去把這個鬼暈眩 暈眩之後呢鬼會稍微短暫的失去控制一下子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利用這個時間再往外的去奔跑 或者是說你可以利用一些窗戶 去做一些跨窗的動作 讓你跟鬼的距離去溜掉 那在跨窗的時候呢如果你是用奔跑 記得如果你是用奔跑跨越的時候 這個時候呢 鬼他會有 一個 提示聲 會知道說你在這個位置 所以如果你今天當你要遛鬼 不要讓鬼發現的時候你要記得切換為行走 再跨窗 很多行手呢都會使用這個奔跑一直跨窗 但是這樣子呢鬼就會一直知道你在哪一個位置喔 那另外呢 在 場上的椅子都是可以採除的 不過呢 除了地下室 這個是神秘的地下室 在神秘地下室的椅子是不能夠進行採除的而且 鬼如果把你調到地下室的時候呢 你就很難逃脫了 那如果你要應救的話也是可以 另外呢在救人 在怎麼樣救人 或者是怎麼樣救人 不是雷隊友呢 這個讓我們在進階版的 的一個教學我們再來使用 那另外當監管者的一些小技巧呢我們也可以跟大家說明 就是要怎麼樣利用這個 監管者的小技巧我們今天講的這一期所說的是一個比較 最基本最基本的操作 像現在這個時候就是大門通電了大門通電的時候會短暫出現幾秒鐘 就是這個大門 你要怎麼樣在這個大門 通電之後呢你要馬上記住他們的位置然後 利用你的距離或者是利用鬼的位置然後來去開這個大門 大門一樣 接近之後按下密碼 剛剛有看到我的頭上有烏鴉 這個是因為我持續的在一段位置 發呆或者是說都沒有做事情沒有修密碼機 沒有被鬼遛 呃被鬼追 這個時候呢 你的身上就會出現烏鴉 那烏鴉也會讓你的鬼知道你的位置 所以這個也是大家要比較小心一點的 那大門打開之後呢我們就可以逃離這個 戰場了 另外還有一個 就是 如果開了密碼機兩台以上的話會刷新地窖 地窖也是一個逃脫的方法 那我們來看一下地窖 好了要怎麼樣找到地窖呢地窖通常不會在這個邊緣處 那你接近地窖的時候會聽到一個很大的風聲 除非你是龍子喔 不然這個應該是很明顯的就可以聽到地窖 那你只要到地窖的時候呢你按一下這個 逃脫鍵 就是這個使用道具的時候呢你就可以從地窖逃脫囉 所以這是除了大門之後呢你還可以選擇的一個逃脫方式 各位好那我們接下來就輪到監管者篇啦 監管者的話呢我們一般有斬擊 以及按住一秒以上我們會有一個蓄力斬 蓄力斬呢通常都是在這個轉角處 或是在平地處的時候去殺人 那另外呢當這個鬼的時候呢 在右邊你可以看到有一個存在感的線條 這存在感是當鬼的時候你必須要趕快去累積的 怎麼樣累積這個存在感 追殺 逃生者 或是砍到逃生者 這樣子你就可以快速的累積滿你這個存在感 那另外呢 當監管者跟逃生者都會有一個人格天賦 這個我們在下一期再去說明喔 因為這個要點的東西有點多 然後呢我們可以利用我們自身的技能 來去追擊 每一隻鬼都有每隻鬼的特質 像傑克的話呢 只要在同一個地方待太久就會起一個霧圈 那你只要看到霧圈的話呢你就會發覺 這個霧圈裡面是有逃生者的 所以很好找得到逃生者 另外逃生者也可以利用這一點來去閃躲監管者 那另外你剛剛看到這個爆炸點這個就是有 逃生者是使用奔跑跨窗或是 休密馬跡的時候呢 不小心爆破了 那我們這邊可以利用這個霧氣 這邊有一個霧刃喔 我們可以利用霧刃來打這個逃生者 好的 這也是稍微有一點怨了 那我們 追擊逃生者的時候我們就會持續累積我們的存在感 當累積滿 一階以上的時候呢 我們就會有這個 監管者的一個技能喔 像現在 在平地的時候我們就可以使用蓄力斬 一個砍就被他砍到了 那 監管者 要砍逃生者的時候必須要兩刀 兩刀的話呢他才會倒地 倒地之後你就要找這個椅子 在狂彎之椅 把它綁上去之後呢 他就會在這邊開始累積滿他的死亡能量啦 那死亡能量 累積滿50以上的時候呢 這個逃生者只要再被你掛一次他就會死掉 如果說 在還沒有滿50的時候他被其他逃生者給救了 這時候你必須要再掛他兩次 所以 一個逃生者最多可以被掛三次 那另外呢我們要教的是大家怎麼樣看發電機有沒有動 如果你在平地上這樣看是比較難看的 我建議大家可以把 呃發電機 密碼機 跟 背景物 重疊在一起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很明顯的看到每一台密碼機 像我們看到的有三台密碼機 你看到左邊這一台是很明顯的有在晃動 當這個有在晃動的時候呢就代表這一台密碼機是有逃生者在 這邊修密碼機的 那如果說我們帶的是傳送的技能呢我們就可以 很直接的傳送過去 傳送過去就可以馬上看得到有逃生者 那我們利用鋒刃 砍他一刀 好 再追擊 這裡我們是已經累積滿這個能量條了喔 所以要追擊討生者的話呢是非常非常的簡單的 那如果說呢我們今天把他放倒 放倒之後不背他也可以 他的能量條只要累積滿的時候他一樣會直接在地上死掉 但是如果說 討生者有點這個突破治癒上限的話呢他是有辦法再站起來的 那接下來我們要說的是傳送這個技能 傳送這個技能的話呢 你可以把他取消掉 往下滑 滑到最 屏幕的最底下 他可以施放放開之後呢會取消 那如果說你要去改變你的這個傳送目標的話你可以利用 你可以把你的右手點在傳送 左手去晃動你的螢幕視角 這樣子的話你一樣是可以去切換 或者是你直接用右手 點住傳送然後 移動左右 這樣你一樣是可以去移動你的傳送視角 然後去傳送到你要的那一個地方 那當你 監管者的時候要怎麼樣獲勝 監管者呢 要獲勝是在這個版本是比較難一點的因為我們必須要 殺掉 三個逃生者我們才會是勝利 那如果你殺掉兩個逃生者另外兩個逃生者是直接逃離戰場的話呢 這樣子是算平局 所以當一個 監管者 要贏得一場遊戲的話呢是會比較偏難一點的但是也不是說贏不了 如果呢你沒有遇到這種四拍語音的逃生者 基本上要獲勝的機率是蠻大的 那我們再來複習一次吧 我們現在例如說我們在這邊 我們可以看得到有三台密碼機 那現在你看得出來是哪一台了嗎 有點快喔還是已經修好了是右邊這一台 那當你的監管者如果有點了這個一刀斬的技能 這個時候呢我們是可以一刀把逃生者砍死的 所以說我們只要利用 傳送過去呢 然後看到逃生者 一刀 他就會直接倒地啦 這個是當監管者的一個最主要的技能 就是這個一刀斬 在大門一啟動的時候呢可以利用這個一刀斬把 逃生者 一刀砍死 所以要記得在這個大門修完的時候呢這個一刀斬是 非常非常好用的一個一個技巧啦 那這個我們會在進階的下一期再跟大家說明喔 好那這一局的話呢是由三個逃生者死掉 一個逃生者離開 這樣子的話呢我們是算勝利的 如果說呢 你對這個遊戲的一些基本操作還不曉得 你可以留在下方 我會解釋的比較詳細給你清楚 那當然這些都是最基本的基本 如果你想要學習更進階的話呢 你可以繼續的觀察我的視頻 那也可以按下訂閱跟小鈴鐺 我們下 下期影片見啦 拜拜